高雄是从上个月23号开始就开放孕妇接种疫苗 几间医院跟合作的诊所都可以预约施打 还有专车接送 而上午有一间妇产科就有第一批15位的孕妇接种疫苗 几乎选的都是莫德纳疫苗 准妈妈坦言虽然有点紧张 但还是相信疫苗的保护力 怀孕两个多月的准妈妈来到妇产科施打疫苗 虽然心里难免紧张 但是还是预约来接种 还是会担心上班疼身体会影响到状况 选打的是莫德纳 而另一位预约接种的也是没有选择AZ疫苗 家卷还是会担心 可是又问一些医疗的朋友 他们说我喝水 补充一些维他命C那些 产科今天是第一批 有数位孕妇预约疫苗施打 医生表示孕妇接种疫苗 对妈妈跟胎儿都有保护力 大概15天之后 几袋铁就可以印得到汤涕 我觉得这个对保护来讲是好的 高雄市从六月二十三号起开放孕妇施打AZ或莫德纳疫苗 而且还有贴心服务 妈妈假如说你要来打疫苗 高雄市政府提供免费的接送 高雄市目前已经有两千一百名的孕妇施打疫苗 接种率约35% 市长陈其迈先前表示 建议孕妇在产检时跟医生讨论接种疫苗 针对孕妇跟胎儿的状况来做评估 再决定是否施打 华西新闻邱君平 邱显雄高雄报道